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张 又见面了 夕阳无限好啊 只是近黄昏 现在回到老家了 然后呢 今天呢 是吧 当着我爸妈的面 嘿 那就是说当着我的面 小九月呢 说了一个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她怀孕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对吧 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这个呢 肚子呢 现在越来越大了 开始有点就是我显怀了嘛 估计呢 下个月到了四月份 到了五月份 是吧 再过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肚子就停车了 她说什么呢 说啊 现在既然怀孕了 你不可能是吧 让我在你们家 这里就说啊 没有这个名分吧 意思呢 就是说啊 我们离婚了 先呢 把这个婚给付了 然后呢 去民政局 把这个结婚证给领了 不仅要领啊 领了以后呢 还要就是说 再给她一点这个彩礼 给她多少钱呢 给她六万块钱 以前呢 是吧 给了四万 然后呢 她说她表妹 什么的结婚 对吧 他们那边呢 基本上要给十万块钱的彩礼 然后的话呢 所以说 让我就说再补六万块钱 把这个彩礼给补齐了 但是的话呢 这个价赚就没有了 因为的话呢 她是属于恶婚了 不是第一次了 对不对 我一听 我感觉特别的搞笑 是吧 还有呢 不仅要办婚礼 不仅要就是说拿结婚证 还要呢 就是说举行婚礼嘛 还要就是说再摆一次酒席 到时呢 请这些亲戚朋友 再吃个饭 然后呢 再让人家去吃吧 随个份子钱 我一听 我就觉得更离谱了 第一次跟你结婚的时候 是吧 人家打了红包了 现在呢 你又要办一次酒席 这算怎么回事嘛 再说了 我这个事情呢 我都没想清楚 是吧 我没有说过要跟你结婚呀 我没有说过就是说还要办酒席 还要举行什么婚礼 难不成就是说以前经历的事情 现在的话呢 还要再经历一次嘛 还当着我爸妈的面 就那里吃饭嘛 在桌子上面吃饭 吃晚饭嘛 说这种问题 我爸妈呢 都一脸无奈了 说呢 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嘛 你不嫌丢脸 是吧 那我们家还先丢脸了 你请人家吃了一次酒席了 你现在呢 还要再请一次 你觉得是什么 就是说特别关系的事情嘛 你上次结婚了 现在离婚了 又去结一次婚 又去办一次这个 是吧 结婚就 那你这个样子 我都说过了 你天天在家办酒席得了 你今天离 明天付 今天离 明天付 对吧 你天天请人家吃饭 叫人家打红包就行了 你不用上班了 不用工作了 每天靠这个白酒席赚钱就可以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嘛 再说了 我都说了 我也不可能跟你就说复婚了 我既然是吧 好不容易就说是吧 从这个围墙里面 从这个是吧 呃 笼子里面 被放出去了 我现在呢 我自己难道还 呃 想不开吗 我又跑进这个笼子里面了 这样子怎么怎么行呢 我早就是跟他说过了 我说你不要再提上 什么无理的要求 在你家不要说是吧 我们两个继续在一起 我都说了 你在我们家 哪怕你现在自己住着什么的 我都觉得是一个负担 吃我的 住我的 是吧 喝我的 然后呢 在家 最闲的就是他 什么事也不干 现在呢 也怀孕了 就跟你跟你家 就说有理由 有借口 待在家里面什么事也不干了 而且呢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说你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 对吧 我说要他去做那个DNA鉴定嘛 他呢 是吧 又不肯去 我说行啊 不肯去的话 那就常常记忆吧 我说等孩子出城以后 那我们呢 再是吧 把这个问题给落实 现在的话你又拿不出证据 你凭什么证明说 这个是我的呢 而且呢 是吧 我就凭你一面指持嘛 凭你又说 说是我的 我就要是吧 我就证明嘛 难道我自己心里面又不清楚吗 我又不说我喝醉了酒 对吧 我什么事情我不记得了 我什么事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而且呢 是吧 我们分居 两年的时间了 在市里面 是吧 我们一眼一个房间 他做那个主卧 我呢 租这个客房 然后呢 现在回到老家的话呢 他还是对我们就说 结婚时的那个主卧 然后呢 我是我爸爸租一个房间的 他像这个样子的人啊 真的很难缠的 他一直呢 就对我纠缠不息 永远呢 是吧 你说东西他就熟悉 跟我唱反调 觉得呢 这个样子啊 很好 所以说呢 我不仅不会跟他 就是说 复婚 也不可能去搬这个集团酒 更加不会说给什么台礼 简直呢 就是说 在这里立想天开 对吧